嗨各位車友大家午安又來開直播了 這台車光這個禮拜好像分享兩三次都講到不曉得講什麼 但是還是來跟大家分享一下吧 這台車呢是Big Tita 特別的是呢這台車一樣 跟我們場內的試乘車一樣 也是紅色的 那也是渦輪版的喔 他後面的話呢 車主進來的 這個禮圈呢是XX 它的J速特別大齁 應該是8.75或者是9J 所以等一下降下來的時候呢 一定會特別好看 我們來看一下前面好了 前面已經裝好了 前面的話呢 以上是Big Tita 渦輪版的 我們看一下他渦輪版的電池 好像齁 原廠是不是有跟一般的NA版主名有特別加強 不然這裡為什麼會寫一個Turbo 我在猜應該主尼有可能會不太一樣吧 因為馬力還差蠻大的啊 那這台的渦輪版本 這裡渦輪版本 車主也針對了一些動力啊 稍微有做了一些小升級 就是K&N的進氣系統吧 還有一些渦輪的管路呢 有做這個是矽膠管 有做了一些強化 那上座的部分 來KT一樣齁 都有附上座 Big Tita iTita 還有一代的Tita呢 我們都有附上座 鼠尼的調整呢 就直接從這個地方就可以做調整齁 順時針呢就是變硬 在這個地方就能做調整 Tita很方便啦 連維修的部分都設計好了 這裡有一個維修孔 就可以拆到避震器的上座 這是Big Tita的前面避震器的上座 KT多少富啊 你看原廠的用了一段時間 可能也已經壞掉了 都不用再拆下來使用 所以這一台的話呢 是Big Tita 多輪版 還有原廠還有那個SR的大包 車主好像有改了日行燈 渦輪版才有的那個原廠是HID 那這一台 Tita的話齁 KT在道路板的配置上面呢 前面是做6公斤 後面的話呢是做3公斤 而且特別把行程跟彈簧齁 拉的特別長會更後座的 單純拖一臂系統呢 就會做得比較舒適一些 這個是前面的避震器齁 油管固定架 ABS感應線的固定架呢 都是比照原廠的位置 這是原廠的離載轉 原廠離載轉 這一台車離場數不多啦 所以離載轉的話 狀況還很不錯 所以就不用做更換 這是前面避震器 後面的話呢 因為似乎動作超壞 這一台車的拆裝很熟悉 我們趴到車底下去看一下 來 這個是後面避震器齁 後面的話呢 彈簧是大概200到210長 公斤數是3公斤 這個是後面的避震器 上面的防繩套齁 手臂看看齁 來 在這個地方 這個防繩套呢 是做全罩式的防繩套 那全罩式的防繩套齁 它的保護效果啊 會比較好一些 後面比克替塔齁 它的阻尼調整呢 相當超級方便的 在這個地方 就能做阻尼的調整 把這個維修孔齁 把它打開 它本來維修孔 蓋這個樣子的 把它打開之後 在這裡 就能做軟硬的阻尼調整 順時針 這個方向呢 它就變硬 逆時針就變軟齁 一共有30段的阻尼調整 那KT都有附了強化的上下橡皮 所以原廠的拆下來之後 就都可以不用使用 那這台因為車子 並沒有要降很低啦 因為有了SR大包 萬一降很低的話呢 就比較容易會磨到 所以大概等一下降下來的車高 大概到30伏左右 原廠車高還蠻誇張 原廠如果以我的手指的話 大概可以60伏 那這一台的話 微降車高 降到大概20半到30伏 前下巴如果有要進出地下室的話 就要特別小心一下 所以這台的車高呢 降下來的幅度 大概30伏左右 那旅圈的規格 是這台車比較特別的地方 這一個是 它是改的225 45 17 那它的J速我記得好像 XXR這個好像蠻大的 應該是前面應該是8.5 8.5還8.75J 後面的話是9J 8.25 8.25來這裡 這是17吋的前面是8.25J 後面也是225457 那我看一下 前面是前面是225457 這有一點小崩胎了 後面的話是215457 所以這個規格有特殊一點點 因為要做前後配的關係 它有做點小崩胎 等下降下來之後會蠻好看的 這個是後面的防塵套 後面防塵套呢 是做剛剛有說的 是做全招式的防塵套 會保護到軸心 那等一下蓋住之後呢 也會 就這裡的部分的話 一般便器會生鏽嘛 這就不太會有生鏽的狀況 這個是BIG TIDA後面的懸吊系統 很單純的拖曳幣 所以就是這樣的懸吊系統 讓它的後座的空間 才有辦法變得那麼大 這是原廠拆下來的左前避震器 這台車應該是車庫車 不然TIDA的話 這裡都會生鏽的蠻嚴重的 那講到生鏽的狀況 換了改裝避震器之後 這裡其實也很容易會有積水的狀況 所以我們KT在這個調整桿的裡面呢 有做了一個專用的防水塞 防止它水氣跑到阻泥桶心裡面 讓阻泥調整就有可能會卡死 那我們有做了這一道的防 那個防護 就是在桶心的最上方 有做了一個防水塞 這個軸承也很特別 這個鎖附的上座軸承 是日式的口用軸承 那用料的部分的話 我移到這邊來跟大家介紹一下 用料的部分 裡面的話呢 主女友一樣 就是義大利 原裝一整桶 進口的IP主女友 裡面的油封呢 就是日本NOK的油封 所以我們用料的部分的話 都是嚴選一些蠻好的 蠻棒的零件 來做改裝避震器的零配件 在這個部分的話 調整車高呢 從這個把這個托盤 我們並不是靠低彈簧的方式來改變車高 所以把這個托盤鬆開之後呢 這個藍色的小管 往下調的話 車高就會變高 往上調整呢 車高就會變低 所以這個是前面 調整車高的方式 後面調整車高的方式 就是靠彈簧上方的調整機構來做調整 所以懸吊系統不同 它所調整的方式也不同 那有一些新的朋友會問說 為什麼要改避震器 因為像這樣的中小型車子的懸吊系統 原廠其實都做得很舒適 在激烈操控的時候的穩定性 可能都不太夠 所以車主為了要讓舒適性 操控性的更往上提升的話 選了我們KT的避震器 這個車主也是大概半年多前就來做試乘 最近的話剛好有空檔就過來安裝 江先生的話有詢問到幾年保固 我們的產品的話是一年保固 那工廠有一個優勢就是 我們自己本身就製造廠 所以當這些零件 這個上座雖然用的是口用的軸層 但是它還是有一定的壽命 所以當這些零件壞掉之後 都可以針對任何一個單一的零件來做汰換 像這個軸層壞掉可以單換這個軸層 還有裡面的饅頭 緩衝饅頭跟防塵套 這個有可能用了幾年之後有可能會損壞 這些零件都是可以針對單一的零件來做汰換 都沒有問題 甚至這個油管下的小橡皮 這個都是可以來針對這些零件來做汰換的 這是我們ABS固定架的位置 都是專車專用的 這個顏色就是KT專屬的KT藍 前面跟後面差不多都已經裝好了 所以現在師傅的話呢 準備要上胎了 T打的車友很多都來試乘之後會安裝的比例 真的很高 大概最少估計最少最保守估計一定有九成 也就是說十個車友來試乘有九個會安裝 那當然很希望 車友多多比較不同的品牌 乘坐起來的感覺 如果只有來試乘KT的話 其實也不太有辦法做一個比較 那KT隨時都有準備了 一樣就是這台車 Big Tita的渦輪版 隨時可以讓車友來做試乘 甚至試駕也都沒有關係 有時候正好在忙 把鑰匙就丟給那個車主自己去試乘 我們的話 試乘車輛的鋁圈都還是原廠的 底盤本來有拉了一些拉桿 那為了讓試乘起來更客觀 所以那些拉桿的話 目前都是拆掉的 所以簡單來說呢 就是只有改了避震器 還有前後煞車的一些加大碟 其他的話都是原廠 所以試乘起來的客觀度的話還蠻高的 輪胎的話是就不同原廠 原廠的話我們的試乘車輛是215457 原廠的輪胎規格應該是2055017 對很歡迎 Big Tita的車友或iTita 前幾天直播分享 有iTita的一些車友呢 可以都可以很歡迎大家來試乘 台中台北還有南部的話 應該也都可以安排試乘的車輛 那安裝的部分的話就更多了 全台灣都可以安裝 那如果大家還有問題的話呢 也歡迎跟我們KTE Racing的後台的小編 做聯繫 跟他們詢問價錢啊 甚至是剛剛有 江先生有提到的一些保固的問題 都可以跟我們的後台的小編 詢問他們 可以看看他們有什麼樣的產品的問題 售後服務 還有我們的經銷商 也都會會即時的跟大家做服務 這是前面的那個維修蓋 很方便 一隻手好難裝 這是前面的維修蓋 這裡有可以拆那個上座螺絲 就是從這個地方做拆 維修 菜修 所以這個比一代的那個Tita 拆裝便器起來 真的算很簡單 前面已經裝好了 等一下車子放下來之後呢 就準備做路式的動作囉 ok 那今天的BigTita渦輪版的直播分享呢 就大概到這裡 如果車友對我們家產品有興趣 歡迎再繼續收看我們的直播 謝謝大家 拜拜